现在开始上实现运动 第一个部分要讲的叫做时间位移跟路进场 第一个要讲的叫做时间 你问我什么叫时间 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没有办法给你的明确定义说什么叫时间 我们是从事情发生变化 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电视电影上演 时间暂停什么状况 大家停下来没有动 没有任何改变 没有任何改变 就感受不到时间的变化 有改变才觉得时间在流动 时间在流逝 时间过去了 所以我们要测量时间 要透过规律变化周而复始 重点是要规律变化 没有周而复始没有关系 但是有周而复始 就可以反复的运用 这里举了沙漏 日轨 日月下 日月下我们在天文的时候会教 沙漏有没有办法周而复始 不行 落光就没有了 必须要翻过来 可是它也是可以用来计时 所以重点是要能够有规律变化 好 是有人问你说下列何者可以用来计时 它就是要有规律变化 就可以来计时 最好可以周而复始 它就可以反复的运用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来测量时间 那有个叫太阳日 在地球科学的时候会更清楚明白的介绍什么叫太阳日 这叫这里讲的叫做羊角最大天文学是要通过植物线 现在通过植物线到下一次通过植物线 这个时间叫做一个太阳日 那么通过植物线时间叫做正午 所以我们说连续两个正午叫做一个太阳日 细节详细的内容 我们在地球之后教你什么叫太阳日 也顺便会教你太阳日没有一样长 因为太阳日没有一样长 所以会有一个叫做平均太阳日 平均值 现在我们过的日子就是在过平均太阳日 一天指的就是一个平均太阳日 有24小时 一小时有60分钟 一分钟会有60秒 这就是我们现在过的日子 一个平均太阳日24小时 1440分钟 8640明秒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过日子 OK 就是太阳日 在地球的时候再跟你讲 习清楚什么叫太阳日 为什么每个太阳日会不一样长 不一样长 那这是有人问过的题目说 现在测量时间最整个工具是什么 答案叫做射原子中 然后我们跟对讲过说 现在我们的疫苗的技力就是根据 运动中的震荡体力来定的 那你也不用背 你也不用管 你知道它就可以了 就是测量时间最整个工具叫做原子中 射原子中 我们现在的定义的秒 就是从原子中的震荡所得到 然后够了 OK